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大家看到的 我们回过头来 给大家再播放一下 刚才我们直接进直播的时候是第二场 就是耽误了第一场的时间 由于其他节目 但是为了满足观众要求 我们还是让大家来看一看马龙和他第一主力杰夫托伊奇的比赛 有很多的人对马龙寄予非常高的希望 因为马龙他是从小是在安山出生 这个也是安刚的 他父亲本身从小是因为马龙身体不太好 希望他能够健健身 没想到他这孩子一见到球以后非常喜欢 然后又被教练看中 就那么起来了 然后从小又到了北京市 在北京市成长起来 和丁宁一样 丁宁是从大庆来 他是从安山来 但是马龙的整体技术来看 大家看非常流畅 但是我刚才跟刘恒也在讲 这个比赛最终 其实最后可能是打一个运气 再加上就打一个个性 因为技术到一定层面以后 到关键的时候 就是你敢自有没有这个胆 有没有这个运 当然需要磨练 马龙在这些年的磨练中 我觉得在奥运会可能遇到一点困难 但是呢 后面这一段 很多大赛都拿了非常好的强力 所以我觉得呢 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时候 我们也期待着马龙迷啊 迷马龙的这些人 继续给他打劲 我们觉得这个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能够长胜不衰 每个一面都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过去你看一打起相持 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点害怕 现在呢 打起相持就不怕了 相持比外国选手不弱 前三板又比他们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打起球了 控制力就更强 刘鹏 那时候你在队里训练的时候 我记得 咱们就好像说 要加强相持能力 要提高对抗能力 对 原来 现在是蔡仁华副局长 原来其实他就说过 以后抢攻上拳球 是未来这个球发展方向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反拉 包括上拳的这种对拉 中远台 原来可能在进台 现在中远台这正反手的那种反拉 都已经感觉很正常了 所以说现在咱们中国队的相持能力 无论是这样 刚才说的相持能力 还是前三板 现在都处于一定的优势 包括我们在集训分析训练的时候 做这种技术统计的时候 看我们的印度元和波尔 这个技术这种科研统计 我们的相持是胜率非常高的 你看了吗 这个发球环节过不了关 他连着吃了马龙两个发球 你看他一发球 马龙反过来蹭 一拉 还给他一个非常难的位置 这就说明前三板 发球接发球这个环节 占据了绝对优势 所以比赛最重要的是发球 你看很多业余选手就看着 就接发球接不好 说看不明白 刘峰你觉得你能不能说说 怎么让他就能看明白了 盯什么地方 我觉得接发球其实技巧很多 我觉得首先他要会发 他会发以后他就知道旋转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如果他发都不会发 他就不会理解旋转过程是怎么发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是第一 那就先练发 练发知道侧上侧下怎么来的了 也就知道怎么接了 也知道怎么判断了 有道理 然后你在揭发球的话 我们有很多方法 一个是盯动作 因为一个运动员发球他的转的和不转的 包括他的旋转 他肯定有一个动作隐蔽 另外一个动作相对来说会稍微差一点 这是盯动作 所以说你看出你差的那个动作 他肯定旋转比较好盯 他隐蔽的那个肯定就是另外一个旋转 还有一种是盯你的快慢 因为有的人发转的和不转的 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包括弧线 包括有时候转不转的 看那个球盘 不转的球盘 你能看哪件球盘 转的的话球盘 你看的不是很清楚 没错 很模糊 所以说有很多方法 就看你适合哪种 对就是刘教练讲的 其实就是说拍子接住球只有那一下 不可能两下接住 两下接住叫连击 所以他只是一下 只不过他就哪一下是真的接住球了 他不让你注意 但是有一条 就是当这个球和拍子一接住的时候 这球会有一个明显的移动 所以只要那个球一动这一下 说明他那一下是真的 盯着这一下 他的用力方向 用力大小 用力的这个作用点 你就知道大概能分析 但是刚才刘恒教练讲的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先得会发 你会发了下旋 会发上旋 会发发不转的时候 你也就知道怎么去该接 所以大家的这个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健身打球出汗的基础上 能够不断的研究技术 得到这种技术上的这种快感 这个可能是又一个层次 那最后呢 希望大家呢 就是能够进入比赛场地打球 打比赛 这样的不仅仅能够得到技术快感又出了汗了 同时呢 这里头又有一个兵家 必争和团结的这个团队意识都体现出来 那这样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高的 一个更高的一个锻炼的层次 现在4比4 大家看到马龙的这个技术啊 它非常流畅 正手反手衔接 短的和长的衔接 包括身体素质 它这个力量速度柔韧性 包括步伐 都几乎达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程度 但是现在就是说 你说一千到一万 最后你得拿冠军 这个时候就是在比赛中就比较复杂了 在关键时刻怎么样 你正好在那个比赛那个时候 你的状态如何 每个人都有好的状态 有的人能赶上那关键点 就那两天状态非常好 有的人就赶不上 你说这个怎么说 是吧 7比5 现在7比5 上次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副教授刘伟啊 前实力冠军在讲球的时候 他也特别讲到 他说这个用中医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种思想去理解乒乓球 这样的话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思考方向 其实呢 所有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 我觉得到最后的时候 都是一个规律性 漂亮 这是塞尔维亚的捷夫托位奇 现在由于中国选手到欧洲啊出去打比赛应该说对世界乒乓球运动也有很好的促进 啊 比如在欧景赛的时候 这个 有一个咱们过去瓜队的谭瑞伍 你看包括奥地利的陈卫兴 他是呼哈奥特人 像这些呢都是到国外去打球 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其实在这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他也把中国的一些训练方法训练技术和打法的意识都带出去了 第一次游戏 第一次游戏 第二次游戏 现在中国平方队正在研究进一步的发展 刘恒你作为这个教练 你觉得现在有哪些新的一些特色 你感觉我们在执教方面有哪些突破呢 或者有一些新的设限 其实我们现在平方队对来说 技术 包括这平常人才方面 已经有了一定这种模式 只不过是在于创新 包括技术创新 包括有些技术可能没有 已经就是达到一种非常饱和的状态 那就是把每个人的特点 比如马龙和技科的特点 怎么能够有机的结合到一个人身上 这也是一种创新 当然了 所以说现在就是在 在技术整合方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怎么把这些优秀运软的特点 在一个人身上实现 许长不短 对 所以说这个是有难度的 但是不是说不可实现的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一个是技术方面 技术的创新 一个是技术有效的把它整合在一起 嗯 所以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其实各行各业 现在强调的都是整合 资源整合 就是把好的东西整合到一块 这个概念就非常好 我们这场打的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啊 人从整个这种精深状态 包括这种积极程度是非常好的 高调弧圈 进入状态方面 嗯 你看刚才这个技术推起 拉这个弧圈球啊 它是高调弧圈 过去理解高调弧圈呢 它的弧线应该很高 但是它现在呢 你看它拉的高调弧圈 但是弧线非常低 贴着往锅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这个 创新不断的 这个创新呢 有的是像王浩这样 是天翻地覆的 过去是推挡 现在直接横打 完全是变了 有的可能在某一个环节上 衔接上 发生了一点变化 有的呢 可能在弧线上 发生了一下变化 这些都是应该说 都是创新 半高抛球 现在中国队的选手啊 都在这个亮相啊 你看凡正东也亮相 马龙亮相 王浩刚才也亮相 张立科前面是亮了相了 所以最终啊 许鑫也亮了相了 那最终到决赛的时候 到半决赛的时候 谁打 那个时候可能就 跟现在的概念不一样了 那就压力了 是吧 对 因为小组赛 毕竟这个咱们的分组 这个队伍相对来说 水平不是很高 哎 那个2010年的那个 当时在莫斯科那个市井赛 你去了吗 那时候去吧 你看那个时候 现在实际上 我特别能理解 他们说话的时候 就我们国家队说话的时候 有余地 就是说我们 现在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我们很可能 你像那个2010年 当时都觉得 我觉得我认为 是没有问题 当时那个周素森教练 当时就讲说我们 我们跟中国队打 我们肯定是亚军 我们没有朝鲜去胜 但是你看后头光 这一来 刘世文丢两分 这个这个丁宁丢一分 郭燕拿一分 交了 是吧 那时候那个谁 那个我记着 当时 是你十字号教练 一夜没有睡觉 全国的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很多的人都很愤怒 你看中国队怎么能丢金牌呢 所以我感觉这个这个历史的经验 很重要 其实呢就是 规则改变了以后 它这个偶然性 发生了很大变化 再加上我们的运动员 一旦年轻 当时一慌 那三两分就没有了 所以对中国队来讲 他们这些教练呢 因为有这个经历 所以出来说 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就是有 3 9 3 9 现在接不推其他球 4 9 4 9 你看这次裁判的判法还是比较难 比较严重 我看好几场比赛都去警告这个运动员的发出 9 5 我们现在这个比赛还是非常关注 刚才那个山西建武俱乐部的这个乒乓球的朋友们都在组织起来来观看这个比赛 我们也希望大家五一期间啊 这些乒乓球爱好者能够多看市井赛 多给中国队加油 机会 6 10 现在中国队呢 在男女的这些选手呢 都已经分别亮相了 分别亮相了 这样呢 马龙的第一盘比赛就取得胜利 刚才我们已经直播了第二盘和第三盘 那最后呢 王浩呢 是战胜了卡尔伯加 取心战胜了皮特 这样中国队呢 最后一场就是以3比0 他取得了这个胜利 也就是中国队呢 这几战都是3比0取胜 无可争议的成为了小组第一名